张峰义一直都是硬汉形象出现在荧幕上的 而他的儿子张伯宇却不一样 两人形象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不知这是否会影响他们的父子关系 张伯宇进入演艺圈有没有靠父亲张峰义的关系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张峰义和张伯宇的父子关系 张峰义是娱乐圈的老戏骨 当初与吕丽萍英系结缘走到一起 婚后生下了儿子张伯宇 不过两个人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张伯宇刚刚两岁的时候 两个人便因感情不合离了婚 离婚后张伯宇跟随母亲生活 因为父母都是演员 所以张伯宇在父母的影响下 对演艺产生了兴趣 也想进入娱乐圈发展 父亲张峰义知道后不但不支持 还嘲笑自己的儿子长得丑 称儿子的形象不适合进娱乐圈 用张峰义的话说 就是张伯宇的表演和形象有问题 因为张伯宇长得不像父亲 也不像母亲 长大后的他一直给人一种胖胖的 很憨厚的感觉 而张伯宇并没有继承父母的高颜值 虽然父亲张峰义不支持 可是他依旧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在读大学期间 张伯宇并没有像其他新二代一样四处张扬 而是非常的低调 非常刻骨的学习表演 毕业那年张伯宇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男一号的角色 他很激动 准备好好的排练 让父亲来看看自己的演技 出演之前 张伯宇很兴奋的给张峰义打电话 邀请他来参加 而张峰义在得知儿子张伯宇出演男一号后 却说张伯宇演的男一号不能看 虽然只有一句话 可是这句话却足以伤透张伯宇的心 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 如今张伯宇不但没有父亲在身边陪伴 还要遭受父亲的嘲讽 这对于张伯宇来说 在心理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就导致了后来的张伯宇非常自卑 他甚至认为自己不该出现在张峰义的生命里 认为自己的出生是给张峰义抹了黑 给父亲丢脸 而张峰义对儿子张伯宇的伤害不止如此 张伯宇结婚的时候 是继父孙海英主持了婚礼 而作为父亲的张峰义不但没有参加 还指责儿子铺张浪费 在张伯宇跟继父孙海英和母亲吕丽萍 一起参加综艺节目时 可是没想到节目录制到一半的时候 张伯宇却非要退出 气得吕丽萍直呼要和他断绝母子关系 事后大家才得知 张伯宇退出节目录制 是因为张峰义的朋友嘲讽张伯宇 这让张伯宇左右为难 一边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边是比亲生父亲还爱自己的继父 张伯宇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最后决定退出节目的录制 从张伯宇的决定来看 他其实还是很在意父亲张峰义的看法 但无奈张峰义并不在意儿子 虽然张峰义一直反对儿子张伯宇演戏 但是张伯宇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 虽然在众多电视剧中饰演的都是配角 可是每一部戏每一个角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楚汉传奇中的曹武夫长 还是生死血腹中的陈国盈 张伯宇努力去演好每一个角色 就连老戏谷陶则如都连连成赞 比爸爸张峰一演的好 而在去年播出的电视剧 怒海浅杀秦岭神术中 张伯宇饰演的王胖子同样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无论是贪心还是搞笑 张伯宇都能够驾轻就熟 而网友对其也是赞不绝口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 张伯宇也更注重外形条件 开始努力减肥健身 在近期的照片中 不难看出张伯宇的努力 而减肥后的张伯宇真的比以前帅了很多 颜值一点也不比张峰一差 甚至还被网友称为整容式变帅 虽然父亲张峰一没有关心过张伯宇 但他也从来没有恨过父亲 这其中除了和吕丽萍的教育有关 更多的则是张伯宇的成熟和懂事吧 如今的张伯宇爱情事业双丰收 家庭幸福美满事业也在上升期 这么优秀的张伯宇 现在已经变成了男神 最后也希望他继续努力 让以后的事业会越来越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张伯宇 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幸会 幸会 毕姓张 功成张 张浩 你好 我是吴显 我儿胖也 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